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生成式人工智慧在手机端侧的应用正在成为行业焦点。 高通执行长克里斯蒂亚诺安蒙在CES2024上表示, 整合生成式人工智慧功能的智慧型手机可能在2024年创造出新的升级周期。 他还称,大部分的通路库存修正已经结束,至少在安卓手机市场上已是如此。 调研机构Canadist的数据显示,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消费者支出增长推动下, 2024年,全球手机市场预计将增长4%。 并据Counterpoint Research发表的报告指出, 2024年生成式,AI手机出货量将超过1亿步。 2027年,预计将达5.21亿步。 期间平均负荷年增率CAGR高达83%。 而高通有望在未来两年,拿下生成式AI手机市场超过80%的份额。 自2021年6月,安萌接任高通执行长以来,多元化收入来源一直是他任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高通正在销售更多用于处理车辆驾驶和娱乐功能的晶片, 以及从PC到耳机等各种产品的处理器。 安萌在CES2024上称,除了手机,大型语言模型,也非常适合应用在汽车场景。 生成式,AI有望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,进而巩固高通在汽车产业的地位。 他还表示,高通在汽车晶片领域的进展将超出销售预期, 从而帮助公司减少对手机电子产品的依赖。 预计2026年,高通汽车部门的销售额将达到约40亿美元, 到2030年前,收入将增至90亿美元。 预期公司将提前实现这些目标。 在此背景之下, 据外媒的Register引述市场研究机构, Work Insights and Strategy的研究报告报道称, 已确认,ARM正在开发全新一代的Cortex-X系列CPU内核, 预计将实现效能的飞跃, 进而缩小自家高效能CPU内核与苹果自研CPU内核之间的差距。 预计2024年底或2025年初即可应用于设备之中。 报道称,Work Insights and Strategy执行长Patrick Morehead在研究报告中指出, ARM全新的Cortex-X系列CPU内核的内部代号为Black Hawk, 是ARM执行长Renee House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之一, 旨在消除ARM设计的CPU内核与苹果基于ARM指令级自研的CPU内核之间的效能差距。 Morehead引用ARM说法表示, Black Hawk核心将会带来巨大的效能提升, 是五年来最大的同比最大的IPC效能提升。 据介绍,Black Hawk很可能会在今年5月正式推出, 将命名为Cortex-X5。 有趣的是,Cortex-X5的前一代产品,Cortex-X4在去年推出时, 也被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快的ARM CPU, 因此,Cortex-X5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提升还有待观察。 The Register引述ARM发言人的话称, 可以确认Patrick Morehead所提供的讯息是准确的。 ARM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推出Black Hawk时提供更多详细的讯息。 现有的Cortex-X4构成了ARM手机系统单晶片TCS23平台中的旗舰级效能核心, 作为最多14核心从级的一部分, 其余部分则包括了中阶与高阶核心设计。 ARM当时声称,与上一代产品相比, Cortex-X4的效能提高了15%, 同时功耗也降低了40%。 Morehead的研究报告指出, ARM似乎将苹果视为其在手机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。 虽然苹果也向ARM购买专利, 其自研的晶片基本都是基于ARM指令级架构, 并被广泛应用于iPhone、Mac等苹果自家设备中。 但是苹果的CPU内核是基于ARM指令级定制的内核, 而其他多数手机晶片厂商则使用的是ARM设计的CPU内核。 值得注意的是, 高通也开始将其全新的基于ARM指令级开发的自研 CPU内核引入手机和PC处理器当中。 Morehead认为, 接下来ARM、苹果以及高通间的竞争将会加剧。 如果ARM能够提供更好的CPU内核, 三星可能会放弃开发自己的核心, 转而使用ARM的设计。 ARM自去年9月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公开募股以来的第一个完整季度业绩, 值得关注。 ARM早些时候预测, 2024财年第三季度的收入将在7.2亿至8亿美元之间, 略低于分析师的预期。 现在,ARM面临的挑战显然不止一家。 除了苹果自研晶片架构, 高通在去年10月发表了面向PC产品的基于自研的 Orion内核的骁龙X-Elite处理器。 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, 这款处理器的效能和能效表现, 又与英特尔13代酷睿i7和苹果M2。 这枚名为Snapdragon X-Elite处理器, 配备了12颗主频3.8G的自研的Orion CPU大核, 支援双核锐频至4.3G, LPDDR5X记忆体频宽每秒136G, 快取总数42M, 同时集成了自家的Adreno GPU和Hexagon MPU。 整个Qualcomm AI引擎的AI算力为75TOPS, 最高可支援130亿参数大模型。 规格虽然看起来相当强大, 但是从曝光的测试数据来看, 骁龙X-Elite的GPU效能表现一般。 近日,高通骁龙X-Elite处理器在游戏 Ashes of the Singularity测试中的GPU效能数据被曝光。 根据X平台网友Benchleaks的爆料显示, 高通骁龙X-Elite的首款产品X1180-100处理器中的Adreno GPU, 在Min 1080p预设等级中获得了1300分, 在2880x1800解析度下的平均帧速率为13.7fps。 要知道,相较之下, 前代产品高通骁龙8CX Gen4 GPU中, Adreno GPU在Min 1080p预设等级中获得1800分, 在2560x1440解析度下, 平均帧速率为19.7fps。 而根据高通去年10月展示的效能数据显示, 骁龙X-Elite处理器在游戏Aztec Ruins和Wildlife BigStream的基准测试中, 其GPU效能比苹果M2、AMD Ryzen 97940HS还要好。 但在AOTS基准测试中, Adreno GPU并未打败前代产品。 外媒TOMS Hardware则认为, 由于测试是使用式生产晶片及式生产驱动程式, 可能没有针对AOTS进行优化, 使得结果与高通先前展示的情况不同。 但这一切都是猜测, 真实的测试结果表明, 自研晶片不是容易的一件事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库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